开车出门要找停车位 现在出门遛狗也有停狗处 这个狗狗专属等待区 就出现在中国上海 徐惠 冰江地区 看看附近店家也有类似设施 不只能拴狗绳 还怕狗狗口渴提供饮用水 有网友笑称 这是狗狗版的向亲叫 更表示停过 而且已经生了宝宝 但也有人担心 毛孩们可能会打起来 更有人说 未来不会还要收停狗费吧 有些时候收钱 可能没有办法 把狗狗放进去 但如果他放在这边 他会比较安心 亲戚设施引发热议 但也有四组人不太放心 我觉得我很不安全 因为首先他会很焦虑 再加上路过的狗狗会不受控 那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 我就绝对不会把我的宝贝 这样子放在一个 就是公共的所谓的 专家也提醒狗狗性格白白重 有些天生胆小 在公共场所 很容易因为心理压力 出现相互攻击 甚至伤及路人 而店家提供的水 也可能威胁毛孩健康 公共使用的这种水 通过他们口腔传播的这种疾病 也很容易感染给另外一只狗狗 如果说要伤狗狗的话 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忙看一下 事实上 日前就曾出现 广场舞大妈们 把一群射恐的狗狗们 帮在路边 大家乖乖做好 一言不发 场面相当尴尬 如今中国越来越多地方 设立停狗处 虽然方便了四主 但可别在店里待太久 留着毛孩 一狗在外 苦苦等待 下期新闻 六九一报道